回到牌桌的双马尾把钱拍在桌上 说就用刚才的游戏一绝高下 大家好,我是木村 而这发生的一切被一个带着项圈的少女看在眼里 看着气势汹汹的双马尾求战 艾普当然是求之不得 两人四目相对,看来好戏要开场了 艾普说这次要玩多少 双马尾说一万 艾普嘴角上扬,轻蔑地笑了笑 双马尾把同学们赶到艾普一边 看来他并没有发现艾普的签数 这一把他的手牌是五六八勾A 艾普心想,看你气势汹汹 还不是韭菜又涨高了而已 双马尾先打了最小的五 艾普打六 下来两人一次打八十勾圈 双马尾打出A 艾普一脸惊讶 一秒后便打出了鬼牌 双马尾又又输了 这结果和刚才的自信完全不符啊 再来,还是输 再打再输 没过多久,又输了20万了 艾普拿出剪刀挑衅双马尾 那嘴脸和之前简直是判若两人 作为平民的双马尾和艾普交换牌之后 艾普还在炫耀换来的鬼牌 但出人意料的是 完全处于下风的双马尾 掏出了仅剩的三十万要一把缩 边上的金金丽大叫一声 双马尾上前说 你个呆子叫什么呢 看姐姐怎么翻本 艾普虽然胜券在握 但对手突然提出家住 还是长了个青年 难道他找到了破解之法 而且定神一看 双马尾手上只有四张牌 诶?不对 那张牌在金金丽手里 应该是趁刚才和金金丽说话 把牌给了金金丽 双马尾说别看了 我知道你们有什么办法看到我的牌 所以这张牌给金金丽拿着 金金丽乖乖的拿着牌 但是双马尾是百密一书啊 金金丽的拿牌方式 还是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是张方块三 双马尾知道 艾普有自己换过去的鬼牌 想靠这张三来翻盘呢 这不是皇帝的新装吗 游戏开始 双马尾打出四 艾普打七 双马尾打勾 艾普打K 双马尾选择pass 艾普继续打十 双马尾打A 此时他应该还剩三和七 而艾普手里则是A和鬼牌 艾普心想 如果出了鬼牌 那金金丽的三就可以大了 双马尾就赢了 只要pass 那怎么打都可以赢 他装枪做事的准备打鬼牌 但又收了回来 说还是pass吧 双马尾和金金丽都很惊讶 这倒手的鸭子 咋会飞呀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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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马尾缓缓低下了头 轻轻的说了句 终于等到你 这胜利条件太苛刻了 说话间 手中的一张牌 变成了两张 并打出了鬼牌 由于艾普没有三 双马尾赢得了胜利 艾普原地爆炸 说你还有一张牌 不是金金丽手上的三吗 怎么还有五张牌 金金丽呆萌的说 你好厉害 真的是三眼 双马尾说 哎 老同学 你手里怎么会有张牌啊 金金丽弱弱的说 是 是刚才地上捡的 我看你们都开始了 就没好意思说呢 原来 刚才双马尾 想出了作战计划 他在逃跑的时候 随手拿了张三 他把这张三交给金金丽 说关键的时候 你拿着这张三 扰乱艾普 虽然笨笨的金金丽 不怎么明白 但老实人说谎 更容易骗人 而胜券在握的人 更容易输得一败涂地 这边上的人 拿一张不相干的牌 自然不算是出千了 如果要追根问底 艾普怎么知道 这张牌是三 那不是不打自招吗 艾普是哑巴吃黄连 没想到全班的连刀计划 输给了这个新来的 平民双马尾 项圈少女在隔壁 看到这新同学的表现 若有所思 双马尾把一点厚厚的钞票 塞进兜兜 艾普还要耍嘴皮子 双马尾拿起剪刀 两人出门后 分了战利品 金金丽第一次看到了回头钱 真是热泪盈眶啊 她说自己脑子不好 虽然是有点小钱 但在这学校 根本不算什么 希望双马尾能和她做朋友 双马尾愣了一下 说做朋友可以 但我的朋友 怎么可以是杂猫呢 你要摆脱这个称号 并且只有具备欺负人的能力 才能不被人欺负 双马尾转校第一天 不但首战告捷 还收得了一个小小的土豪跟班